卢广仲在音乐及戏剧方面都有亮眼成绩 这几年分别在金曲奖 金钟奖以及金马奖都夺得奖项 广仲不止歌而悠则演 还眼而悠则跳 和李美秀为一个护肤品牌拍摄广告挑战跳舞 这天两人一起出席活动 李美秀就大赞广仲的舞技 第一次有做吗 应该第二次不熟悉的 第一次之后的熟悉的第二次 第一次拍戏 这次第二次合作一起拍广告 这次很有趣就是有一起跳舞一起练舞 因为本来广告我只想说如果接着这个代言人 他应该是就会叫我们就是我们的脚本应该会是演戏或什么 结果后来不是 是跟广众 我听到的时候吓一跳 广众我们俩要跳一个环保舞 然后我就想说好 然后老师就发带子来给我们 我一看 哇这动作其实不难 可是好复杂 怎么办 然后一直都没有跟广众碰到面 也没有互相打电话说 你有接那个都没有 直到我们练习那天我一进去看 我一看一个戴帽子的 不可能吧 因为他非常的熟练 所以我后来才默默悠悠的发现 我跳舞跳了那么多年 其实说真的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呢 你知道吗 他练得有点那种好像就是已经很熟了 我才 哇 又让我看到我的老卢这么的厉害 在跳舞方面这么的厉害 对 能够获得李美秀大赞 卢广仲当然很开心 也不枉费他私下偷偷训练的时间 你有偷练对不对 因为这次就是环保舞嘛 就是把一些环保的概念 然后就是融入到那舞步里面 然后一开始知道是要跟美秀姐一起拍跳舞的广告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紧张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秀姐很会跳舞 所以我就在家苦练很久 导演有请我们拿那个就是环保块环保碗跳那个 然后还有那个环保袋 然后就自己在那边玩环保袋啊 因为环保袋板就软软的 然后就是这样自己在那边就变侠客啊 侠女啊就对 对 美秀姐有即兴自创一些舞步 然后有被剪进去广告里面 对